基本的量化系统要素 那么我们做量化 最重要的一个字 最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 我们做量化交易 最重要的词是什么 我很喜欢我们做量化交易的话 那么最重要的词应该是量化 对不对量化 什么叫量化 量化就是你用一个条件 OK 你用一个条件 系统只要回答你 yes or no 这就是量化 OK 你用一个条件你去问这个系统 到底目前满不满足这些条件 满足yes 不满足no OK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量化 难的地方在哪里 难的地方是你要去用 怎么去交动系统 去看你条件 对不对 so量化系统的基本要素 第一 我们使用某种指标 触发交易 这种指标可以是你自定义的 也可以是从这个系统里面直接来 OK seer chart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指标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指标 然后逻辑 我们检查我们所需要的指标的这个状态 它是不是满足我们的交易条件 也就是刚刚的这个yes 或者是no OK 系统只会给你这两个答案 你要把一切的 呃这些 你所谓的 你要看的这些数据 你要看这些交易条件 转换成一个能被 是或不是回答的问题 OK 好了 那么 然后 量化交易量化交易 我们有了量化之后 我们叫交易 对不对 那么 一个系统 当然他也得有 交易管理的这个功能 对不对 怎么止盈 怎么止损 怎么保护性止损 对不对 怎么分批离场 分批入场 分批离场 等等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他的功能可以很少 但是这三个部分必不可缺 首先是你要触发交易的指标 OK 然后检查这个指标的逻辑 以及怎么进行这个交易的管理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做一个 你做出一个所谓的量化交易系统 他买进去了 对不对 他永远不知道怎么卖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 你有买必须有卖 对不对 你有卖必须有买 这样子你才会有利润 在这里面 对不对 这就是这样子 有卖的关系统